Zither Harp Zither Harp Hello大家好,我是Cindy 对,你现在看到的是 变身前的朱镜 其实也是我本人 平常的样子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把 我们的眼镜 拿掉,然后戴上隐形眼镜 今天我挑了一款 比较自然一点的 然后粉底液呢 其实这款粉底 我没有特别推荐 因为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上妆过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有一点脱妆 对 那上完粉底之后 就是有一些小红豆油之柱的部分 用遮瑕膏再另外遮 遮完就轻轻的用按压的方式把它们拍开 再来就是我的眼下黑眼圈 因为我真的是黑眼圈非常严重的一个人 所以一定要double double double的去遮瑕 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的妆容 算是偏 有光泽的雾面 所以我还是会用蜜粉定妆 眉毛呢 其实它的 眉色很浅 因为它的发色相对来讲也很浅 可是我没有办法画到那么浅 所以我只好用一个深棕色的眉笔 然后再用染眉膏稍微把它处理一下 接着就是今天的眼妆重点 我要用Japan EG Lips 那你现在看到我蜀粉很严重对不对 所以就是 大家不要吓到 我们先用一个浅色米色大范围大地之后 上一点淡粉色在眼皮中央 但这里我有点上的太多了 它其实不应该那么多的 然后眼尾呢 再用阴影色去加深 嗯,其实我画完觉得 我自己有点是加重版的逐镜 就有点不像是上学版的逐镜 是你知道约会版的逐镜 但我觉得好算的,没关系 下眼影呢 我们先用白色雾面眼影打底 然后呢,眼尾它其实是一个大重点 就是它眼尾就是只有用粉红色 它没有用任何的深色去做下眼影 然后因为它有一点卧蝉 就是我看它其实觉得它下面那一 那一条眼色蛮深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画一下 夹眼、夹卧蝉 然后去提亮我们的眼下 这样眼妆就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夹睫毛 然后画内眼线 这里要注意它内眼线真的不能画太粗 就是基本上你用点的 然后把睫毛根部填满就可以了 毕竟你知道上学真的不能画太明显的眼线 but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上学可以画黑色的眼尾眼线 非常的神秘我真的不懂 睫毛呢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它睫毛其实就是弄得非常的卷翘 所以我会先用一层纤维打底 然后再用一层睫毛膏 然后慢慢的把它烫翘烫卷之后 我会再上第二层 那这样子眼妆就完成了 回到脸上呢我们就是修容 因为你知道 毕竟我们要变成女神之余 脸就是要变得很小很小 所以修容就是放心给它放飞在你的脸上 然后鼻影呢我就着重在眼窝跟鼻头的这两个部分 腮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少女感元气感的妆容 所以它会上的比较重 然后都主要上在苹果肌 并不太会斜刷到颧骨上 那因为它打亮不是那种很嚣张的感觉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偏雾面光感的打亮 去提亮我的脸部中央 还有最重要的下巴 对 最后唇色呢 我觉得它有时候看起来很紫 然后有时候看起来很桃红 所以呢我今天就用了一个比较偏桃红的唇釉打底之后 会再叠擦Roman的这一个紫色亮片唇蜜 就让它有那种紫紫红红的感觉 更明显 而且它的光泽感 juicing感 也会就是你知道 更加的突出 因为它里面有小小的亮片 基本上今天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我们把奇怪的红色运动服换掉 呀 这边开始就是看我刷眉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妆容 你也可以称它为展男桃花妆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会很受直男欢迎的妆容类型 因为它就是粉粉的淡淡的浅浅的 可是看起来却很有元气 然后很少女 然后感觉就是 很让人想要捧在手心疼的感觉啦 所以你哟 对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Bye Bye